早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三六零財經台, 我是黃俊宇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點零五分, 醒神前瞬跟大家分析當日的投資策略 今天在電話旁邊有國龍證券投資經理方澤喬先生 Calvin 跟大家分析今天的市況, 早安 Calvin 是,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Calvin, 這幾天的市場真的升到砰砰的聲音 昨天的價錢去到二萬六千八百三十 現在我們的投資策略應該怎樣做 其實講講昨天的市場, 昨天開始升了收市 報价是二萬六千八百三十點, 升了五百三十點 整家都差不多九百億, 到八百九十二億 你見到其實前一, 突然之下, 星期一就跌了四五百八點 但是, 你見到昨天的一個報復式反彈 那也是升了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 五百三十點 那其實原因呢, 主要是, 銀行重新用松松的貨幣政策 那加強那個貨幣的流通性 那見到白改委其實呢, 都有一個減稅的貨幣 那增加那個市場的那個, 都是資金的流通量 你見到其實有個別的股份就彈了上來的 那, 例如一些汽車, 一些家電股 那, 汽車吉利就升了四點六個巴仙 那比亞迪升了三個巴仙 那講家電股其實都是, 海信, 921, 升了兩個多巴仙 那PCL呢, 1070, 也都升了兩個多巴仙 那這一轉呢, 你見到呢, 其實汽車股 還有一些家電股呢, 都是一個, 其實已經有炒作的情況 那之前已經炒過, 其實這些呢, 其實已經是再重複再炒多次的了 那這次你見到其實那個, 家電股, 汽車股 還有一些5G股呢, 輪流炒上的了 那其實你見到的個別的股份呢, 其實已經炒了幾轉的了 我覺得再炒上的空間呢, 這些類型的股份是比較細的 如果沒有貨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做官網啦 那如果有貨的話呢, 其實可以在這個時候輸出減遲的 因為始終這個炒了幾吋的一個辦法呢 如果再炒的機會呢, 也都比較, 再炒的機會比較低 而且它的升幅也都比較大的, 在最近來說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如果再升上去呢 如果沒有新的一些措施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去支持的話 其實現在來說呢, 這類型的股份呢, 我就覺得比較 會停一停機, 會再停一停 但是整個股市來說呢, 其實現在去到26,800點了 那升上了一條50天平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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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了 那我就覺得有機會就輸出27,000點了 因為始終呢, 中國那邊就派了代表了 那之後會在越美那邊呢, 再跟他 跟美方那邊呢, 再談一談一個 那個中美那邊的貿易戰的會談的 我覺得呢, 還有力可以再上一均一均的 那再上到27,000, 再要看看那個 就是看看會不會是新的一些政策 一些新的政策的措施術來的 那才可以再下半段, 可不可以之後再有力再上了 那但是你看到中國那邊呢, 其實那個經濟比較差 那所以最近來講, 其實很多一些經濟措施 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呢, 到你呢, 去放水啊 去增加市場的貨幣流行量 那所以理好那個股市 那所以我覺得27,000點呢, 都可以去 就是還有一個機會去上一上的 那但是上去就越來越來越看了 如果27,000點距離, 現在相計大概都是不夠200點 其實那個水位不是很多的 那策略性其實都是應該是走貨為主的嗎 其實我就覺得如果, 因為你最近來講 都差不多升上1700點的了 就是年初升上來 那一轉來講, 我就覺得會有機會 就是如果你沒有貨幣的話呢 我就覺得暫時來講就觀望了 如果是想做淡的話呢, 其實都有機會的 那但是現在的市場就比較強勢啦 那其實很多股啊, 都會升到一些支持位啦 那其實現在做淡就比較危險些的 那我就不建議在這個水位做淡的 那因為始終現在那個, 有很多理好的因素來去挑食啦 那美方那邊的數據也不是太差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時候呢 那如果沒有貨的話就要等一等啦 想做淡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不是時候了 那要再淡一等先的, 都是 是啊, 因為相對於美股其實都很強勢的 美股昨天都是還有得升的 其實美股相對都 因為你看到美股其實強勢呢 主要是因為那邊中美會談啦 那有一個新的進展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距離那邊 英國那邊脫鈎呢 也都應該就搞不正的, 暫時來說 那就是還說有一個緩衝的空間在那裡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美股那方面呢 會繼續有一個強勢在那裡 那這樣就有一個不錯的升幅啦 那所以暫時來說呢, 我就覺得 還有少許稅位的 那但是那個升幅就還多啦 嗯, 是啊, 剛剛的Kevin 你說過的那些板塊啦 汽車股啊, 5G概念股啊, 家電股已經升了很多 那那哪些板塊可以追落後呢, 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實你綜觀整個股市這個升幅呢 其實有不同的, 就是因為有些不同的刺激作用啦 就是內地促進的運動的措施啦 那所以一個個別類型的板塊呢 已經促進就升了上來的啦 那但是再升的空間其實都有限的 因為始終你炒的板塊是不會炒基準的的 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應該用一些落後的板塊來炒啦 那麽例如一些的教育股啦 那我其實這個板塊來講呢 就比較落後啦 那但是最近呢, 其實呢 中教理中教股股啦 這一類的中間教育啦 那其實他們呢, 最近有一些新的評價 那但是整個板塊呢 都有一個上升、回升的一個情況啦 你見到其實839啦 還有2001啦 這個其實昨天已經有一個5至6個提升的升幅了 那其實我覺得呢 都還會有一個水壞在那裡 因為始終呢 那其實這一核來講呢 一月頭上升上去呢 其實升的這個板塊呢 就不是很多的 那也都有力追落後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一些的內房股啦 其實這一轉呢 他們呢 都是升的比較慢的 那之後來講 我也覺得會有一個挺不錯的徵服 因為始終呢 那個內地的資金暫時來講 都算放了水啦 都比較充滿的 那其實這一類型的股份呢 都會有力再上的 那可以留意一下一個內房股 還有一個教育股呢 其實這一兩個股份呢 是比較落後的 那還有之後 你講到前日兩個禮拜呢 其實都有一個 我都預計會有一個不錯的資金 那大家 那些投資者可以留意這兩個辦法 好啊 那內房股和教育股 有沒有哪一種特別深水一點呢 Gelph 如果教育股的話呢 我就會看2001啦 那就是中高教啦 那另外就是 2001啦 就是 新高教啦 那另外就是839啦 那其實這兩隻呢 其實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炒座呢 其實這兩隻部分呢 都會上升先的 那另外就是 6068啦 瑞健教育啦 其實這一切都不錯的 最近都是維持3元的水平 其實這一隻都可以考慮啦 那現在講內房股呢 其實2777啦 3383啊 就是富力地產啦 那亞居樂啊 碧桂園 其實這三隻呢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最近也都 那個水位都比較落後啦 那其實投資者 都可以留意這三隻股份呢 其實都會有機會 有一些個別的炒座出現的 嗯 很清楚很清楚啊 那時間差不多了 Kelvin總結一下好不好 OK 那其實呢 你見到這個股市呢 最近來說呢 都比較偏強的 那昨天來說呢 會升到530點啦 其實我覺得這幾天呢 都會有一個 都會持續上升的 那如果做淡的話呢 我就覺得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水位啦 那可以等了一會兒 那其實都會 其實都會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股市呢 都會比較偏強啦 那有機會升至27000 這些水位的 那投資者呢 其實在這個水位呢 也都要出色度的減錢啦 因為其中的市況波動比較大的 那投資者是留意一個 就是不同的消息啦 那也都會影響到股市的發展的 那所以最重要是比較貼市啦 還有要立刻自行 作出沽走啦 那這樣減低壓力的 好 多謝你Kelvin 那我們下 我們過幾天再跟你聊天啦 好 謝謝Kelvin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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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